第八條 報告宴會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八條 策案 現在就不予處理 繼續 我們處理第九條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九條 政府應強力大專級以下各級學校 自主建構各類遠區教學課程與評量 以維護學生之受教權益 博致應亦停課而受到影響 學生將來中低收入戶 以及其他弱勢學生 就前項學習所需之相關設備 政府應提供協助 前二項獎勵及協助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制 宣度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的代表發言 請林委員議法發言 院長還有各位同仁 國民黨版的防治跟紓困條例 算是提出最早之外也最完整 不只對產業對勞工 我們還包括對孩子的防疫照顧架 以及照顧在萬一再來開學之後 可能要因應的停班或學校停課 整班停課或全校停課的學生受教權 有關於第九條在談的就是學生受教權 大家都知道我們因為防疫的關係 晚了兩個禮拜的開學 今天是開學日 要謝謝所有的教育人員跟志工家長 讓各個學校儘然有序 但終究我們如果要防止再來有可能發生的社區感染 我們有做了一個停課的標準 而這個停課標準會影響到的就是學生可能因為停課 必須要在家14天 這14天的學習 我們暑假已經延後兩個禮拜放假 而這中間我就舉一個明確的例子 如果以國三學生要面對會考 中間如果停了兩個禮拜的課 請問一下這兩個禮拜的課要如何補回來 所以國民黨提的就是希望雖然不用到學校 但是我們的學習可以因為遠距教學而不中斷 現在有的所謂的台北市的擴課雲或各縣市的建制的 那個是一個平台的形式 我們要的是真正在停課的時候學生的受教權不受到侵犯 我不知道這樣的條文為什麼連這麼重要的條文 執政黨也不願意接受 我們希望在上課停課期間 我們的老師能透過這樣的設備 繼續讓孩子能夠有所學習 而且在包括上課考試我們都可以用遠距教學來克服 然後要解決的是如果有些弱勢的家庭沒有相關的設備 我們可以由政府來做相關的支持 讓每個孩子在家裡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得到學習 結果最後一步告訴我們的是 如果停課兩個禮拜對國三學生要怎麼樣 利用晚上利用週末來上課這樣的答案 請問老師跟家人同學可以接受嗎 但是他們準備考試的時間或是休息的時間 為什麼要來補14天的課呢 所以我要拜託各位 這是一個希望在防疫期間我們不希望發生 但是來完備學生受教權很重要的法案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麼本席要針對第九條國民黨團所提出來的條文 來提出意見支持剛才林一華委員的看法 今天這個學校開學 那麼為了未來可能疫情的持續擴大 有可能學校會發生停課 今天國民黨團提案第九條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來維護我們學生的受教權 那麼尤其是有關於數位教育的一個受教權 那麼我們提出來的條文是希望政府要獎勵大專以及以下各級學校 自主建立各種遠距教學課程與評量來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不治 因疫停課而受到影響 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夠借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建立遠距教學的一個能量 並且要為社會做好防範疫情長期抗戰的準備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目前的大學裡面定有遠距教學的實施辦法 可是呢中小學的部分卻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藉由這一次將這個法條定入的話 可以針對數位教學中小學的部分來做好這個數位教育的能量 未來如果有類似的狀況也可以一勞百億 其次其實數位教育是這一次在應變作為上面的一個缺口 在目前的應變作為當中一級開設的時候 不管是醫療不管是交通不管是國營事業商業金融政府機構 都設有持續營運的方案 可是在教育上面卻沒有 所以說在這次應變作為當中有一個缺口 而數位的這個遠距教學的一個建構 正可以補足在這個應變作為上面的缺口 並且針對國內的身心障礙 中低收入戶等弱勢的學生 如果我們這一次能夠提供遠距教學的設備 針對未來數位教育 再針對這些中低收入身心障礙弱勢的部分 將可以有更大的一個補足跟幫助 所以針對這次紓困的經費其實相當的高 而這一次如果能夠在數位的教學 在這個遠距教學上面的經費來 相對來說其實是比較有限的 教育的錢不能夠省 我們希望各位同仁能夠把這一次的危機 化作是數位教育大幅提升的一個轉機 讓我們把握這樣的一個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主席各位同仁武安 確實疫情是危機 但在教育面可以是轉機 我要說因應疫情的衝擊 教育不能中斷 我想朝野各界都支持 此時此刻我們在這裡討論遠距教學 討論數位學習的建制 除了是因應疫情 其實更是讓台灣教育 來邁向一個數位轉型的關鍵契機 而在因應疫情之餘的現在 同時也可以讓社會各界來見證 來考驗過去多年教育投入的成績 謝謝國民黨團的提案 在紓困條例當中試圖要放入遠距教學的條文 但是民進黨團持保留的意見 因為這恐怕會在現有的法治基礎上去疊床嫁屋 現在的法治層面對於遠距教學有沒有規範 有的高教有國教也有 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學習辦法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都有規範 預算面現在的預算足不足以因應 足夠的公務預算的部分 109年度我們的中小學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就投入了1億1300多萬 國教跟高教同樣涵蓋納入的數位學習生耕計畫 今年也有8000萬的預算在執行 更重要的我要說 前瞻基礎建設當中的數位建設經費 我們投入97億1000多萬元 97億之高 大家可以回想我們在審議前瞻數位建設的時候 它有五項子計畫 不管是在普及國民寬頻上網 提升校園網路平歡 強化數位教學技學習資訊應用環境等等 這都是台灣近年來最關鍵的教育投資 而現在疫情的當下也足以因應讓教育不中斷不斷煉 而國力有限 民力無窮 我們非常開心 這幾年來看到官民共同合作 中央地方政府跟民間共同發展的多元數位學習平台 都在此時此刻讓我們做好準備 所以雖然遠距教學不入法 但是我們絕對支持朝野共同嚴格來監督 防疫期間如果有停班停課的狀況 我們要求教育部即刻來啟動所有的數位學習平台 而針對偏鄉弱勢的學生 若有他的設備設施不足 此刻我們也強力要求教育部全力來啟動支援跟補助 這是我們的意見 謝謝 謝謝吳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之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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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报告院会 表决结果 出席100人 赞成37人 反对63人 弃前0人 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提案条文不通过 便条不予采纳 感谢观看